每个人都会变老 这些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老而悲哀 好好地欣赏旅途中的风景 晚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老了就再没有学业的压力 也都没有谋生的新老 也都没有功名利禄的誘惑 天天都可以安逸自在 每个月都可以休闲轻松 每一年都幸福欢笑 终于能够为自己这样好好地生活 有时间就可以坐下来回味思考 正正地荡漾在历史的时空隧道 老了也都没有年少时候的轻狂 也都没有青作年的时候的浮躁 更没有增强好性的冲动 但是就多了经历风雨磨练的温厚 也都多了看透世事白泰的松荣 多了处世代人的智慧 从此淡薄明利远离是非 保持一个宁静的心 学会宽容 学会理解 学会爱和被爱 静观云书云卷 花开花落 重欲不经去留随意 随遇而安 随缘而行 人老了 奔波和烦恼也都过去了 慢生活有一种幸福的知足感 将黄昏的幸福紧握在自己的手里面 寄情山水而养天年 不再需要朝八晚五 自此光阴归己有 热爱生活 懂得珍惜 听下音乐 欣赏下美景 玩下微信 回下老友机 休闲自在 自得其乐 到你要老才会明白的 经历过几十年的沧桑 不变的是高山流水 所变的是来往的人群 不变的是季节交替 所变的是人情冷热 不变的是光阴似箭 而变的就是人心世故 在变与不变之中 最重要就是把握好自己的心态 好好地享受人生的最后阶段 老了就有感恩的情怀 知道生命的宝贵 亲情的可贵 有情的珍贵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 有了自省的豁达 这一种自省 慢慢就沉添成为一种行阳 有了宽容的大道 有了自信的松容 安度美好的光阴 笑对满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